全球油价下滑作为石油入口国 我国的经济将能受惠 贸工部长黎君强在国会上回答了议员提问时也说 美元币值上升 欧元币值滑落 对我国的经济影响有限 油价下跌意味了电费和燃油费下调 商家的营业成本降低 利润改善 商家也可能将省下的成本汇集消费者 过去半年 汽油零售价下跌约15% 而从去年年中到今年3月 电费也下降9.3% 币值方面 由于新元汇率是与一篮子货币挂钩 而不是单一货币 所以新元能应付短期波动 况且我国不是通过干预新元汇率加强出口竞争力 更多是看主要出口市场需求 所以汇率升降对我国经济影响有限 而美国经济形势良好对我国也有利 美国经济